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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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其条理清晰 分析周密 深受不少人的喜爱 尹乃精点评台湾一周时事 也成为央视对台节目中的一个亮点 尹乃精在50岁跳槽去了凤凰卫视 其实在过去十几年 凤凰卫视便不断邀请尹乃精加入 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一直拖着 直到他50岁的时候才去了凤凰卫视 除了事业备受关注之外 尹乃精的私生活也是网友们一直关注的焦点话题 2009年时 尹乃精吉林站办公室主任丁远超被拍到20天内三度共处一室 尹乃精后来现身主持一场祈福大会时 一看到摄像机 尹乃精拎着包 误不得出口 就在本方向直接往观众席跑 尹乃精边跑边对记者说 真的不用了 我不会谈的 谢谢谢谢 还好尹乃精的朋友像救兵一样适时出现 两人就这么绕过场场的观众席 从另一边出口出去 尹乃精眼睛直视前方 对敏感的问题就是听不见 但人太多实在出不去 又躲回会议厅去 终于在电梯口有人帮忙解围了 事实上尹乃精当记者时曾主跑国民党 和丁远超等党政高层私交都相当好 但是尹乃精不澄清不说明 选择以封口 捍卫自己的隐私和人权 除此之外 尹乃精还曾在2006年 被平面媒体拍到和东吴大学校长刘兆玄出游 甚至在阳明山冷水坑独自相处65分钟 当年的二人 一个是前行政院副院长 前任东吴大学校长 一个曾是资深党政记者 现职政论节目名嘴 而且刘兆玄和尹乃精相差24岁 各有家庭 却被拍到两人单独出游 东吴大学校长刘兆玄后来回应 尹乃精跟我其实是已经认得十几年的朋友 从他开始跑新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政府里面我们就认得 虽然刘兆玄强调一切都是报纸捕风捉影 不过大老远到阳明山又不下车 究竟车上搞什么神秘 东吴大学校长刘兆玄 电话常常被窃听 电话里面不太好谈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要见面嘛 其实我们谈的是 就是跟国家社会每天发生这些 很多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他常常想来问一下 请教一下我的意见跟分析 尹乃精经纪人英宇帆表示 大家都会有朋友 你是记者 会不会跟采访对象 希望很多事情私底下来谈 不要跟别人谈 一方说商谈国家大事担心窃听 一方说是和采访对象私底下聊 偏偏之前 还被目击刘兆选请司机 赞尹乃精一起看舞台表演 双方情依未合 真是让大家琢磨不透 2011年时 44岁的尹乃精和林青龙 首次搭档谈话节目 没想到录像时被他压头压到底 据悉 林青龙和尹乃精 两人在电视圈多年 却从未搭档节目 此次在华氏合作 有话请经说 形态主打女性话题 美容结婚生小孩都谈 实际上林青龙和尹乃精 二人才差一岁 人生经历也差不多 聊起来特别入戏 制作人殷义凡说 青龙是南部人台语好 乃精是北部人郭宇正 打起来自然有意思 两人节目中聊到 周美青和马英九 林青龙突然用手 把尹乃精的头往下压 尹乃精吓了一跳 林笑说 我想他会压我 我先出其制胜 效果十足 既然主打女性一提 那就离不开婚姻孩子 尹乃精二十三岁就结婚 但是没打算生小孩 不过他说 多年前 劳工在他生日时 讨论到可以认养 两人就一起认了七个 其中包括小学 国中和大学生 大学生刚生大一 十九岁 尹乃精说 我结婚早 如果当时决定要生 也生得出 他这个年纪的小孩 林青龙则没打算结婚 目前生活是一人一狗 有不少男生追求 但没固定对象 荧光目前的尹乃精 聪明机智 亮丽甜美 生活中的尹乃精 理性踏实 利落果掘 因为十分清楚 自己每一次买房的 目的及需求 因此购物时 并不曾特意考虑 房价的高点或低点 而是以务实渐进的方法 锁定想买的区域及物件 而且不必透过中介 虽然以合理的价格 卖到合缘合意的理想房产 由于主持节目的缘故 银乃精认识不少命理老师 曾经有命理老师说 银乃精很适合投资房地产 对照银乃精三次购物的 顺利成功经验 好像也果真是如此 银乃精目前拥有的两处房产 购物时都没有透过中介 不但省下一笔中介费 而且屋主的售价也相当合理 购得好债之后 银乃精又教由大学同学 大影设计负责人 王振华帮忙规划设计 由这位拥有多位 第一宝客户的知名好债设计师 应有请假 为他量身打造精致的居家空间 一般人伤脑筋的房市问题 对银乃精而言 却不必太费心 银乃精三次购物时的目的及目标 都非常清楚及明确 刚结婚时 先生在内湖买了一间公寓当心房 夫妻两人认真努力 彪会存钱 加上婆婆和妈妈帮忙 很快就为小家庭打好经济基础 第一间房只住了四年 银乃精与先生 很快就累积了换屋的本钱 或许是因为有缘 银乃精最初 其实只是因为陪朋友看房子 自己却愈看愈喜欢 中介带着看了内湖这出社区的好几户 结果都卡在房价 银乃精不死心 又来看了好几次 没想到 有一回看完房子走出来 就遇到有屋自售的屋主 第二次购物 银乃精比前次宽于许多 一方面少了中介的抽成 房价相对合理 再者因为卖掉前一间房 付款更加轻松 银乃精很满意这个社区的住户单纯 规划完善 机能性家 而且还坐拥极家山景 他在这里住了十多年 直到2005年搬到敦化北路 决定到敦化北路购物 银乃精最初是想为中风的父亲 在娘家附近另寻电梯住宅 就是那银乃精考量到母亲对于敦化北路一带住家环境的熟悉与适应 加上父亲因为健康因素需要经常出入医院 因此还是锁定敦化北路的娘家一带寻找 在买到目前的敦化北路住家之前 其实也发生一段小插曲 银乃精原本透过中介谈好一间房 付给中介卧旋金 还付给屋主二笔头七款 不料此时屋主居然反悔 理论上银乃精大可坚持不让 甚至可以求偿 但银乃精此时陪伴父亲频繁进出医院 身心十分疲惫 不想花力气与卖方或中介周旋 只求拿回付出去的钱 离谱的是 中介原本不愿退回卧旋金 令他对中介非常失望 银乃精现在居住在敦化北路的住家里 最后是透过妈妈邻居介绍而买的 再次上有中介费 而且屋主开嫁也很合理 只是此时父亲已经过世 母亲与姐姐住在一起 不过银乃精还是觉得很庆幸 能够搬得离娘家近一些 随时可以回去看看妈妈 知名设计师王振华将银乃精的住家 打造得十分简洁时尚温暖优雅 银乃精入住之后 也将家里打理得整洁清爽 并且悬挂许多画作 住家宛如石山画廊 强盛悬挂的 有水墨画大师刘国松的画作 国策顾问 尼泊久的纸书等大师级作品 还有许多幅 就读民族国小美术班五年级的 外甥李千千的习作 银乃精和先生 对于艺术幼苗非常爱护珍惜 甚至小女孩画完之后自己不满意的作品 夫妻的两人还是十分重视的 表框悬挂 认真欣赏 以乃精家三房两厅的格局 平时只有夫妻两人 生活空间十分舒适宽敞 套客的夫妻两人 常邀朋友到家里聚会 家里常有政治圈 艺文界或演艺界的朋友 甚至两岸三地新闻界有人来访 家中宛如政治沙龙或艺文沙龙 累积自己及朋友购物的实战经验 李乃精逐渐归纳出自己独到的心得与见解 他认为房价永远没有最低点 因为如果是为自住 房价再高还是得买 重要的是 平时就要妥善规划财务 否则如果财务不好 房价再低也能进场 先决定适合自己财务能力的房价 在喜欢的目标地段多看多找 如果碰到有缘合意的房子 甚至可以不必透过中介 还能省下一笔中介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